影片錄下來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論壇裡面 那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上個禮拜的話主要是 把那個大樂透的下載再延伸 然後呢我們取了一個就是 其交所的外匯 這個外幣匯率的資料下載 那當然也是利用那個大樂透 其實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直接去抓CSV 另外的 也可以去抓那個 網頁的部分不過 困難度也相對比較高一些些 那另外有配合一個 繪製那個圖表的部分 我們有錄製那個折線圖 然後再修改 那其實呢主要就兩個重點 一個是錄製 折線圖的去期 那錄下來其實重點就兩行 OK那我們其實是針對這兩行 去做修改 包含修改它的作標跟它的寬跟高 那這個部分當然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那個 第四個單元裡面這邊其實就有齊交所的外匯資料歷史 OK 那 基本上的話呢就錄製了 這邊其實我錄製完的結果 比如錄製美元 然後其實增加 增加 兩個重點一個是坐標 就是哪一個出身格的左邊跟哪一個出身格的上面 那其實就是一個坐標點 其實指的是左上角 它不是指中間 然後寬的話是500 高的話呢就是 儲存格的高度乘10 其實就是10列的高度的意思 然後再給它一個什麼 Source data 就是資料在哪裡 那它就幫我們把那個 這個折線圖給匯製出來了 其實難度不高 其實就是兩行乘4 那只是說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那個坐標 M1在這裡啦 其實M1就指的是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這M1的左邊 M1的上面 那其實就交叉一個點 所以這兩個 參數是指這個 那500的話其實就指這個 這邊到這邊500 這邊到這邊呢就10個 乘以10 10個儲存格的高度啦OK 然後再來就是畫那個人民幣 最後把它全部給匯製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我是建議啦 如果有些細節 假如還是不太清楚的話 那可以 稍微再看一下那個 就是上個禮拜的影片 那目前在這邊其實有10段影片 回去可以再看一下 如果有些細節不太了解的話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也許我們就是繼續再來看 請各位待會幫我開啟一個就是 人事考評 這個管理系統 這部分 那這個 檔案的話呢 它是在第5個單元 所以待會請各位在那個範例檔案裡面 找到那個檢視與參照 的這個 就是 VILO暗數人事考評的 系統 那其實 這一題比較麻煩一點的地方 其實你會發現 它總共會有 4 4種職稱 的人員 然後呢 他們分別前面A欄是編號 然後我必須要從編號裡面查出它是哪個單位 然後名字已經有了 然後組別 深等 跟它的這個成績兩個 然後合計名次 把它算出來 那 你會發現每一個工作表 它的欄位呢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這4個工作表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總列數不一樣 也就是向下 追蹤之後的話這個是40 那這個的話呢總共是101 所以領主的話人數比較多 那辦事員的話呢大概65 然後助理員的話呢 人數呢只有22 看一下它是從 沒有跟22-2啦等於是20個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這些全部做完 但是全部做完有個 有個問題說 那我要怎麼快速的把這4個 全部做完 然後呢下一次如果資料更新的話呢 那我希望呢可以快速清除 當然最好的方式是 如果你會 這個 Essale裡面的公式 先做完 做完之後呢再跨工作表 填資料 所以呢我們可以 把一個寫出來之後 然後配合VBA 並且這個地方的話可能會需要再學會一個叫跨工作表 那所謂跨工作表就是說做完一個之後自動換到下一個做一樣的事情 換到下一個呢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最後呢再切回到第一個 那但是呢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每一個工作表的總列數人數不一樣 所以你這個地方 這個貨回圈的範圍 那就不會是固定的 而是要用追蹤的 OK 那一樣 最後做個清楚 那我demo一下 最後其實我們是希望 按一下烤瓶喔 他可以自動幫我把每一個 每一個支撐裡面的資料全部都做完 你會幫他按一下全部都做完了 這個也是這樣 Ctrl向上 那你會發現這個已經有了 這個呢 也已經有了 全部做完了 然後這個助理員呢也是全部都做完了 然後最後就切回來 實際上他是一個做完換下一個 換到下一個 再換到下一個 最後再回到第一個 OK 那如果下一次呢 假如說你已經做完之後呢 你希望再把資料清空 再 更新新資料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個清楚 清楚的話其實做法一樣 先清第一個 再切到第二個做一樣的事情 再做第3個第4個 最後再切回來 所以我們按下清楚 OK 那你會發現他最後又切回到助磚了 OK 所以今天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要怎麼做 那 第一個請各位呢 待會先開啟 這個 人事考評管理系統這個範例 那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看一下 其實他的這個 每一個 黃色區域的就是我們要做練習 BDE KLMM 就這幾個欄位 那首先的話 你們可以看到 他這邊其實就是要查資料 那怎麼查 其實主要還是用V的函數 那查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到 一般V的函數呢 通常 很常會配合 定義名稱 那 什麼意思 單位 比如說單位部分 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呢 就是代號 那也就是查代號 去找到 他的單位名稱 把這個單位名稱帶過來 那你會發現他的單位 比如說 101 102 一直到多少 好像就是 Ctrl向下 361 那這個資料在哪裡 實際上呢 就是在編號的第幾個字 123 第三個字 有三個字 345 總共五個字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如果要查單位的話 可能要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把108取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去什麼 用V的函數去查詢單位 再把單位名稱查回來放在這邊 OK大概邏輯是這樣 那同樣組別也是一樣 欸組別是什麼 如果組別不知道的話 切過來看一下 ABCDE 那實際上 這在編號裡面的第幾個 應該是第七個字 有沒有 這都A嘛 那升等的話呢 這邊的話 他是在1234 1234理論上指的是D OK第一個字的話 那第一個字 怎麼樣去 不過這個升等裡面有一個問題 這裡面看到的 理論上他是數字 因為他前後沒有雙以後 如果將來我取編號 用Lapt的話 他會是文字 文字跟數字不一樣 所以 那 記得 我們前面有教過 如果你要把那個 文字轉換成數字的話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OK 那還有呢 這個 考核 考核的話呢 60% 考核部分其實 你可以看到 考核就是在這裡 考核成績 也就是說呢 把這三個成績 相加 除以3的意思 或者用Average也可以啦 那只是說假是幾分 假的話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這邊有一個叫 應該是等 等級吧 假的話呢 實際上呢 就是85分 那 A減的話也是85分 所以喔你必須把什麼 858585 相加除以3 的結果 放在這裡 OK 然後比4的成績的話就是 這個 這個成績乘上0.3 這個成績乘上0.7 就是這個成績 把兩個成績呢 相 不是相加 應該是這個成績乘上0.6 百分之60 加上這個成績乘上0.4 那就是他的合計 那合計有了之後的話呢 再算 看每個人的排名 OK 那就是最後的結果 但是呢 理論上我們如果做 有 很多個工作表的話 做的事情都一樣 那理論上其實只要做一次 其他的話就不需要重做了 我們可以配合用什麼 用VBA就可以完成了 比如說按下VBA 就類似像這樣 你會發現他全部都完成了 那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 這個公式 先分別 把它完成 另外的話呢可能要注意一下 名稱管理員裡面 他其實已經幫各位定義好一些名稱 包含就是什麼 剛剛講到的 就是比如說什麼 單位 單位這邊有 也就是他已經幫你把它定位成表格 就是這個範圍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 這個什麼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像 主別 還有像烤雞 烤瓶 生等等的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人事考評這一題 先打開來 那待會的話我們來分別完成 第一個的話就是 把那個總共有應該是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個公式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再 把它變成VBA 也許VBA可以先做一個啦 然後再變成 總共有四個工作表 我希望呢 就可以把 幫我做完之後 最後回到第一個 請各位先試試看 又看好了 本來呢 ok 二三 六 六 六